对于张碧氏来说 一生中最大的荣耀是三次受到了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召见 1903年6月14号慈禧太后第二次召见张碧氏 赏三品经堂后补加侍郎贤 那么张碧氏为什么能够得到如此殊荣呢 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对张碧氏并不陌生 他们早就听说过张碧氏的传奇经历 知道他是商业怪财南洋华侨巨富 1892年驻英宫室公兆院经马来亚时见到张碧氏 对张碧氏的才华非常推崇 回国后竭力向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举见张碧氏 朝廷开始重用张碧氏 先任命他为驻马来亚槟城副领事 不久在黄尊县的举荐下升任新加坡总领事 清朝末年清王朝开展洋务运动 以求改变国衰民穷的落后状况 然而实施洋务运动已经三十年 清王朝依然没有改变国库空虚的局面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清王朝被迫签署丧权辱国的薪酬条约 使本来就衰落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 处于崩溃的边缘 1901年清朝廷实行新政 训令各省都府招揽南洋华商回国投资 新办实业赐予高官勋爵 张碧氏声誉卓著 首当齐选 1903年张碧氏接到御职 慈禧太后要第二次召见她 慈禧太后这次召见张碧氏 是要当面听听张碧氏 关于挽救经济的真知灼见 夜见慈禧太后时 张碧氏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不久又呈上一份洋洋洒洒 数千字的振兴商务条义 振兴商务条义是一份振兴国内商务 发展民族经济的建议书 描绘了一幅十叶新邦的宏伟蓝图 振兴商务条例共分12条 全面反映了张碧氏的经济思想 主要内容有 招商兴建农工路矿业 招商兴肯山地 兴肯山地种植 兴肯山地矿物 招商兴办水利 招商倡议代根公司 招商兴办工艺 招收工人 招商修建铁路 招来外部商民 它实际的方面有土地 农业 工况 金融 铁路 招商 等国国领域 清政府非常重视张碧氏的振兴商务条义 马上让正在筹建商部的在镇 武厅方进行商议 在镇武厅方认真研究调义后 上奏朝廷 对调义内容基本认同 又对十二条建议逐调复义 发表意见 朝廷接到在镇武厅方的复义奏折后 立即发布预制 设立商部衙门 任命在镇为商部尚书 武厅方陈碧为商部左右侍郎 商部不仅管理商业 而且包括农工路矿各业 成为清朝廷中负责 全国经济发展的最高管理机构 任命张碧氏为三品金塘后部 赏士郎贤 留在商部任职 听从商部大臣调遣 张碧氏成为商部最早的成员之一 随后商部陆续推出了一系列 振兴农工商的新措施 比如1903年8月 奏勤设立铁路 矿物 农物 工艺各项公司 9月奏准在各省建立商务局 10月下文要求各省振兴农业 要清地母 新水利 广续牧 设立农业学堂和实验厂 这些措施都吸收或者借鉴了振兴商务 在上期的《华人足迹》当中 我们说到1903年慈禧太后第二次召见张碧氏 听取她挽救大清经济的真知灼见 同时交给张碧氏一项艰巨的任务 让她到南洋广招华商振兴商务 年过六旬的张碧氏欣然领命 率商部官员到南洋考察商务 广招华商回国投资 1904年10月 张碧氏成交了招来华商振兴商务奏折 汇报他去南洋招商的情况 和实业新邦的办法 张碧氏奏折的内容 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 振兴商务从明广御守 第二 作务群 申派商务大臣 独办明广农工路况事业 第三 招商义气所长 分别给予任务 第四 独办筹筑资金 选择地点进行试验 由南道德轴建推广 张碧氏圆满完成了南洋考察商务任务 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闻讯非常高兴 第三次召见张碧氏 赏投品顶带 光露大夫 张碧氏愁愁满志 想利用这个机会大干一场 实现实业新邦的理想 这是一张民国初年的广州市地图 地图上用橙色标注的都是张碧氏当年在广州购置的地产 这里是张碧氏当年购置的产业 广州市近海路1357911号 他创建的农工路矿总公司和张域安唐药行就设在这里 为了实践实业新邦 张碧氏投入数百万银两新办实业 张碧氏相继创办了广州农林试验厂 广州振义水泥制造公司 广东开建金矿公司 广州亚通制造公司 惠州福惠玻璃公司等十多家企业 引进了先进的西方技术和设备 进行机械化的方式生产 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 当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都在1910年在南京召开的南洋券业会上获奖 张碧氏还投资参与了不少重大项目 1880年清政府在南洋招商 张碧氏投资轮船招商局3600两白银成为大股东 1896年清朝政府决定开版 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家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 建行之初 洋务大臣盛宣怀请张碧氏投资个人股 每股白银50两 张碧氏购买2000股 共计白银10万两 成为中国通商银行最大的私人股东 1896年张碧氏通过大臣盛宣怀 向清政府提出用3000万巨资租赁开发穷州的计划 期限60年 运用他在南洋租赁土地开发建设的成功经验 开发海南岛 可惜计划未得到清政府的批准 对于封建社会观察的腐败 张碧氏深恶痛绝 他在广州农工路况总公司里设立了接待所 接待华商上访投诉 除了礼拜天以外 每天上午9点到12点 下午2点到5点 所有的受到这个 利益受到侵害的桥商华商 都可以到这边来投诉 自己受到的不公 受到的这个欺辱 然后由他向政府去反映 来去惩治这些 侵害桥商利益的这些人 清朝社会的官场腐败根深蒂固 张碧氏无力扭转 但是他敢于挺身而出 利用自己的职权 竭力保护华侨和华商的利益 维护实业新邦的成果 精神 华人世界我们的家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华人世界 我是叶银春 当今社会广告早已是司空见惯 打开电视翻阅报纸 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广告 然而在清末民初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商业广告那还是一件新鲜事 张碧氏在海外拼搏了数十年 深知广告的社会效应 在创办张玉酿酒公司之初 他就开始了利用广告来开展宣传 好酒不怕巷子深 这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 其实即便是好酒也离不开宣传 张碧氏就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894年张碧氏出资三百五十万银两 在阴台创办了张玉酿酒公司 请谁为公司提写场名呢 张碧氏想到了光绪皇帝的老师 翁同和 翁同和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 历任刑部 工部 户部尚书 军机大臣 总理 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要旨 他的书法也堪称一绝 明满天下 千金难求 张碧氏找到翁同和 请他提写场名 翁同和对张碧氏创建民族工业的事 非常支持 欣然应允 大笔一挥写下了 张玉酿酒公司 六个苍境有力的大字 翁同和的润币费一向很高 但这次却例外 只象征性地收了一点钱 张碧氏让人把翁同和提写的场名 露刻贴金 镶嵌在公司大门上方 这六个大字气韵天成 金光闪烁 大大提高了张玉酿酒公司的知名度 1914年 双齐林牌不倒酒和白兰地正式开始销售 尽管这些美酒在酒窖里沉酿了十多年 口味绝佳 可是喝惯了老白干的百姓 并不怎么认账 张碧氏让人制作了一辆彩车 车上装着小瓶酿酒 沿街赠送 有时还配上一个带有张玉滋养的小酒杯 这种做法如今已经司空见惯 在当时却十分心潮 产生了很好的广告效果 烟台是中国北方的重要港口 停泊着不少外国船只 外国船员爱喝葡萄酒 张碧氏自然不会放过商机 他让员工划着山板把酒送到船上 这种别出心裁的服务深受船员的欢迎 口味绝佳的葡萄酒让船员赞不绝口 销量大增 张鱼酿酒公司早在1914年就开始刊登广告了 选择的报纸是当时赫赫有名的申报 广告告诉人们 张鱼酿酒公司在烟台建立了总发售处 在上海设立分售处 产品还在陈列所展示 这就是当年的照片 北洋政府总统黎元宏对张鱼葡萄酒也非常推崇 一天黎元宏宴请张碧氏 饮的就是张鱼葡萄酒 黎元宏频频举杯 交口称赞 甘纯的口味让他难以忘怀 1928年张鱼酿酒公司遇到危机 当时的黎元宏已经远离政治舞台 他听说了这件事 联络昔日的幕僚准备入股张鱼酿酒公司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 利用明星做广告 也是张鱼酿酒公司的一大特点 张鱼公司在1918年的小说月报上 刊登了一幅广告 画面上一位美丽的女郎临窗而坐 手拿酒杯 露出甜蜜的微笑 四周用葡萄和葡萄酒瓶作为装饰 在纯文学杂志上刊登广告 张鱼酿酒公司看中的就是文艺圈这个消费群体 这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影星为张鱼酿酒公司制作的广告 张鱼公司看中的是名人效应 张碧氏不愧是一位商业怪才 他的经商理念至今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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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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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